嗨大家好 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我刚下班 这个星期我工作了6天 因为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 所以说好多的学校还有公司都放假 但是我们是最忙的 所以我现在刚下班 这个星期工作6天真的是挺累的 因为也正是节假日 看我们公司旁边的小池塘 好多鸭子在游泳 现在下起了太阳雨 外面的景色还是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下班了 心情就觉得特别的轻松 我现在要回家了 好开心 下班到超市来买些东西 五彩缤纷的气球 还有收菜 看着就赏心悦目 看马方的多整齐 是不是让人看得很开心 回家溜完狗 就是喂兔子喂鸡的时间到了 羊也跟着臭热的占便宜 看我家漂亮的大公鸡 来你也吃点鸡粮 吃的有多香 来给你吃冬水 都是你的 这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 回家喂鸡 为这些小动物们顺便晒太阳 你看他们吃的有多香 今天在上班的时候发的游戏是 Blackjack 21.15块钱 最低赌注 但是很奇怪 我今天的排座上超级多的人 都坐满了 然后我一晚都发个不停 一开始我们上班八个小时 头四个多小时 一分钱小费都没得到 后四个小时 我差不多得了200多块钱 我还挺开心的 今天是星期一 本来我是休息的 但是今天是节假日 所以说美国很多公司都放假 我们就要加一天的班 但是加班又有加班的好处 就是可以赚到1.5倍的工资 所以想到这儿虽然辛苦 但是我也觉得 哎呀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上班就是为了赚钱吗 能多赚一点 吃一点 我一直不知道这羊是不是怀宝宝了 其实我第一次 养这个绵羊 我还真的怕我照顾不好他们 哎呀 都说鸭子会吃鼻涕虫 然后包括吃这些地里的小蜗牛 什么的 你看他们是怎么吃东西的 你看这大鹅在前那个草吃 那个鸭子呀 他就是把头放在那个草根那儿 就好像是捉鱼一样 你说我说鸭子你们俩过来 你看把鸭子都给吓跑了 看见了吗 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鸭子怎么吃东西 你看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会吃鼻涕虫的话 那我春天的时候就打算多养一些鸭子 因为我的院子里头 鼻涕虫太多了 你看鸭子是怎么吃东西了吗 我现在只剩两只公鸭子了 也不下蛋光长肥鸭 这只鹅据说是母鹅 但是也不下蛋 我每天呢一下班就是要数一下 这鸡还剩几只 哎呀 这本来我有二十多只的 现在就剩下 就剩下十五只了 你是这可恨的 这个土狼还有这个换形 瞅什么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都给你们了 请检查请过目 你还没吃饱吗 漂亮的大公鸡 再给你们一点粮食 吃吧 你看这样的晴天 看着鸡鸭鹅在吃东西 真的是一种享受 非常的安静 这羊也 哎呀 这羊太霸道了 哎呀 另一只也冲过来了 这羊啊 仗着个儿大 太粗鸣了 看我家的小猪丝鸡 毛茸茸的 有的时候被雨淋的 毛都贴在身上了 显得可小了 就看着这些小动物 我就可以看半天 我其实非常感谢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有一位朋友 他是加州的同行 他说在加州学发牌的话 大概要一千五百美金左右 非常感谢你给我提供这个资讯 也给其他的在加州的朋友也知道了学发牌是要交多少钱 本来我在那块看着小动物们吃 我还挺享受的 结果我们家大鹅跑过来了之后嘎嘎直叫 把我给烦了呀 我还怕大家听也听不清楚 光听见鹅叫了 我非常感谢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有的朋友说那个让我给他介绍房产中介 因为本身呢我自己也遇到过这个骗子中介 甚至是赔了很多钱 所以说呢这个房产中介我是坚决不会给大家推荐的 因为参差不齐 而且有的我觉得好的可能真的他对待你的这种态度可能就不好 所以说呢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而且找房子这件事呢不能靠别人 因为只有自己了解你的自己的需求 我自己在啊 呃买的这个农场嘛也是我自己在网上找到的 然后呢因为我之前就找好了中介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房源之后马上给他发短信 告诉他啊希望能给我预约一个看房的时间 看了一次之后呢我就马上下了订单 所以说呢啊有的时候 大事还是得靠自己要自己多操点心哈 否则到房产中介他的目的就是以卖掉房产为主 对吧管他什么样的房子 他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我个人感觉哈因为我自己也也有多处房产的买卖经历了 所以说呃买房子这种大事呢还是自己要多上一点心 而且有的朋友问我说我自己的这个家呢 他呃想不想有一居室出租啊哈 这个呢我自己一个人清静习惯了 我不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别人 而且我之前呢又有过不好的经历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呢我家孩子兴趣班有一个家长 他要带着他的妈妈还有两个孩子 大的十三四岁吧小的才两岁两个女儿哈 到美国来看房想买房 那因为呃大家之前其实也不是很熟 但是呢觉得说呃他既然找到我了 那我能帮一下就帮一下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 然后呢我就他说他只待一个月嘛 我说那你就免费住一个月吧哈 因为我之前的房子有三居室啊 然后他来了之后呢他非得要给我是八百还是一千 我忘了反正就是给了我啊这些钱吧八百还是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还是啊因为时间过去好几年了 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 然后在这待了这个一个月呢 我天哪把我们家造的你知道吧就他们来了就是马上觉得说我出钱了 所以这个家就像我的一样害得我就是为了给他们方便哈 因为当时我并没有上班嘛 然后我就孩子们放学之后就带他们出去把那个家哈让给他们因为觉得还是让他们待的舒服一点嘛 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躲到楼上去哈躲到卧室里去 然后他们叫我们吃饭我说那你们先吃吧我们不饿哈 结果的他们就无缘无故的就生气了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嗯 莫名其妙就觉得说我我的家就变成了他们的家是吧 然后呢问题在于说他们在走之后我才发现我的一个洗手间呢 就他们用的那个呃 服的洗手间就是那个呃 面池洗脸池呃旁边的那个瓷砖全部都裂开了 你就说他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说 能把这个房子哈就是把这个家里头给破坏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就再也不想把房子再出租或者是再借住给任何人了 因为嗯操不起那个心你知道吧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有责任感觉得你帮他对吧 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你理所应当的啊 我觉得这个人呢是非常可笑的 而且这样的态度他走到哪里对吧 也会要就是让人觉得帮他不值得 所以呢这样的人我就最后就跟他断绝来往了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 对吧不知道感恩的人 你一直的去帮他只会让你自己觉得心寒心冷是吧 所以说呢这样的人就不是一类人嘛 就越来越疏远了 我今天为什么说起这样的事情呢 是因为我认识一个中国人是吧 然后他跟我说另外一个女的他是之身的赌徒 他就是在我们的周围啊 因为我们赌场呢周围还有两家小赌场 他就在这几个赌场之间呢 就是这家跑那家跑就是专门赌什么也不干 然后他想在这个附近呢 他在波斯兰住 但是他想在这个附近呢 跟人家合租 然后呢他告诉我在 他就好心的说要我想要也挣点钱 然后也帮帮他对吧 然后他就告诉我在哪个赌场工作 然后他呢甚至那个女的呢 甚至是到赌场去 在我的牌子上玩牌 然后呢莫名其妙的说 我来找你 我心想你来找我是干什么 对吧 然后他就问我 哎你喜欢吃辣的吗 我可以做给你吃啊 然后我就闹得我莫名其妙哈 他倒是自始至终 他也没有跟我说 他来他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啊 这个这个另外一个中国人 他跟我说 就是说啊 他想租房子 然后呢他告诉我 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然后呢他知道我是谁了 之后他就到那个赌场去找我去了 然后呢在我的牌子上玩了几把 牌然后就走了 然后呢他抄我 当时是抄我要手机联系方式 我也没有给他 因为你我不认识的人 我凭什么给你手机联系方式啊 对吧 然后嗯 而且大家都这么忙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呀 所以呢 他回去之后 他就跟我这个 呃 这个这个华人同胞啊 他就说 他说了 让你给我给他 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 他说我同意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当时是去赌场 是去玩还是去就聊天啊 说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然后后来啊 他见这个朋友也没有 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 我对吧 有两个孩子 然后呢 呃 我自己呢 也喜欢安静 我并不想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 结果他就 软磨 软磨硬泡的这个 跟另外一个华人哈 就让他联系我 让我同意租给他 说他那个到月底就 房产就到期了 他的房租 然后呢 他见我不同意 他联系了我一个美国的同事 我这个美国同事 因为他也做这个发财员很多年了 所以说呢 他就联系了他 然后让他再来跟我说 我说 我自己的房子不想往外出租 你就不要再软磨硬泡了 对吧 因为 呃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想要的生活状态吧 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舒服 还有方便啊 他住在我这附近的完全是为了去赌场赌博方便 你想想如果我要他来到我家里住的话 那他每天喜怒无常 因为你赌博嘛 肯定有输有赢 对吧 喜怒无常 而且呢 他经常的 如果经常的跟我说 他今天对吧 一个小时就赢了一两千一两万 那我整天八个小时在那站着 发牌才挣那么点钱 对吧 那我肯定哪一天我就想 那我也去跟他一起赌去吧 这叫进朱者赤进末者黑 对吧 我自己呢 本身在赌场工作 上班八个小时 我就天天面对着这些喜欢赌博的人 我下班还要再面对这样的人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喜欢清静 对吧 所以呢 哎呀 我就是 我之所以说这件事吧 是吧 就是大家呢 到了一定的年龄 大家都是相安无事 就不要去互相打扰 别人呢 说什么呢 你要往心里去 有一个换位思考 而不能说是因为自己的舒服 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就好像别人说的话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在乎你的话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就大家将心比心吧 好吧 反正我的房子呢 我是再也不想再往外出租了 你看现在外面的天气又多好 昨天还有今天早晨 外面都在下雨 但是因为我上了六天的班 这个星期哈 我真的实在是太困了 太累了 我本来想做一点院子里的活 但是呢 这种疲惫 我还是不折磨我自己了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要去洗洗睡了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这几天 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视频内容 跟大家唠唠唠叨的 我心情就放轻松了很多 好像是工作啊 还有生活当中的压力 还有疲惫呢 也一扫尔空了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呢 我们下期视频见 爱你们 bye